哈喽各位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为什么说它重磅呢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的大学本科生啊来说 它是一个噩梦啊 是一个噩梦 为什么第二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啊我们的大学里 本科生啊你的一个学位证是要和英语四级挂钩的 对不对 那么研究生个别的高校啊 我了解研究生的学位证是和你的六级挂钩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么我们国内的西安交通大学打响了第一枪啊 打响了第一枪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从九月啊 今年的九月一号开始实行啊 那么也就是说是往常我们都是一年考两次嘛 对不对 那么就是拭目以待啊 我们看今年下半年的这一次 英语四六级考试啊 是不是 西安较大啊 会不会还会有那么多人的去报名 因为毕竟没有了硬性的这个指标和要求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啊 官方的一个文件 我部分支持啊 部分支持部分反对 并不是在表明我没有立场啊 为什么我部分支持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是西安交大打响了第一枪 和前面那几个网友说的一样 西安交大的学生需要用这个去证明吗 如果当然我们说学校无所谓好与坏啊 只要你进来认真学你总能学到东西 而且你走向社会 其实需要很多啊 如果你要工作或者说生活生存 你需要很多书本之外的东西 这我肯定啊赞同 那么回到刚才我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上 西安交大的学生还需要通过四六级来证明他自己吗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像清华啊 或者像北大 有多少学生进去以后 他自己就要出国 比如说他要去国外去读研究生 或者是去深造 那考不考英语 那完全就是出于他自己的动力 再说的稍微的极端一些 比如说有些学生啊 他他要去考托福GRE是吧 雅思等等的 他还会花钱去上辅导班 还会去上这个辅导班 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心动方之前就是做这个的 对吧 那么说后来我们这个现交大的问题 他取 其实他取和不取问题不大 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 可是对于我们说一些普通的二本 普通的本科学校来说 他取校大和不大呢 因为那些学生学习这个英语的动力 其实刚才如网友所说啊 他到工作以后社会上来说 使用并不是很多 反而我觉得对于这些学校来说 是更应该放开的 是更应该放开的 但是这个决定于这个挂钩的这个情况啊 其实并不在学校 而是在用人单位 如果社会上啊 如果用人单位能整体的来衡量 当然你学的用语肯定是好的 对吧 有朝一日你肯定会用到的 但是能不能用到啊 然后呢 能用到多少 如果真的在你用人单位合理的评估啊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施工单位啊 我就是一个机械加工单位啊 我最多顶死啊 我可能会遇到一些进口设备 那么而且进口设备的这些资料啊 这些说明书啊 这些操作啊 或者这些等等等等啊 我这些情况呢 可能早就有人翻译过来了 而培训的也是我们国内的人 对于这些情况 我觉得是不是反而是应该走在前面啊 走在前面 可以去尝试 对吧 如果放开了以后 有些学生还是想深造 他可以自己去学 而不是对于大部分处于这种 这种情况下的这些学生们来说 他学习的更痛苦 你反而不如让他更多的去 去学习他们 或者接触一些他们这个工程 或者说以后要应用的一些真正的这个东西 对吧 反而是 但是对于好的 好的这个学校的同学来说啊 他我想这丝毫不会影响他 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是对于 这个普通二本的同学来说啊 有可能会比较危险啊 为什么我说危险 就是刚才这个原因 用人单位不放啊 就是是你的 你要去的上游啊 其实真正的你要工作的那个上游是 没有打开这个口 那么如果学校贸然打开 或者说在同学当中这个情况 你觉得啊 我就是可以不学或怎么样 那反而会把你自己耽误掉 对不对 把你自己耽误掉 所以我觉得推动这个事情 还是在于整个社会啊 整个有人单位啊 包括高校去 几方去 一定要评估这个事情 评估我们几届啊 几年 这是我觉得我们学校 一个学工部门真正该干的事情啊 而不是说 死盯或者说盯到表面上的一些就业率 对吧 你有没有跟进你的学生 你看一下这个事情 真正的去做一下 近几年 我这些学生去了哪些用人单位 然后呢 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 我这些英语 到底对吧 我们了解一下吗 跟用人单位走一下 然后是不是这些学校 反而能在这个政策的制定上啊 或者说这个宽松度上 有所调整的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谈谈你们的看法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